那现在国际是多空交错 台股也跟着震荡 那虽然在美股的大涨带动下 一度收复了9000点大关 不过外资卖超不断 这也使得在期货市场是高挂空单 所以呢筹码面的隐忧还是在 不过策刺室也认为政府准备要做多 再搭配下个礼拜半导体龙头的法说会 有机会去释出利多 渴望支持台股维持狭幅的盘整格局 更多重点我们来看经济日报今天的 就是乱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